近载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波罗讲座》 《波罗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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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外 我们秀嘉心 秀金刚撒脱的 这个忏悔的方法 然后还要秀这个曼查罗 最后还要秀这个上世瑜伽 那这五个嘉心都要秀 这是第二个阶段当中 那我们最后的我们的目标 就是要正无 明心见心 或者是大圆满 或者是大首音 里面讲的这个正无 那么这个正无 到了最后的时候 我们语言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语言 是没有办法表达 或者是没有办法直接 妙述或者阐述 这个本来的面目 那么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值钱 积累富宝 然后就是上世的 这个传承上世的加持 还有自己的这个积累资粮 就依靠这两个 就是就依靠这两个力量 就是最后去正无 并不是说我们最后还是用很多 就是用看很多的书 然后呢我们经常去讲 并不是说用这种方法去正无 为什么呢 我们比如说空心 或者是光明 或者是这个明星 心的本星 这一类的非常深奥的 这些非常深奥的东西 我们的语言是没有办法表达的 我们的语言能够表达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 一些事情 一些事物 是我们的语言是可以表达的 但是呢 越是深奥的东西 或者是越接近正理 或者是心的本性的时候呢 我们的语言 我们的语言是越没有能力 因为这些东西呢 已经是超越了我们的语言的范围 所以我们的语言 这个时候是不起作用的 那么语言不起作用的话 那我们要依靠什么样的方法去正无呢 这个时候 当然 比如说大圆满的境界 民心渐心 这些也是 简单的 简单的可以说 到时候也可以 可以将空心 将光明 可以将 但是实际上 真正它的本质 它的本性是将不出来的 唯一的方法 我们在这个之前 修加心 修加心 让我们的根基要成熟 是我们的根基要成熟 然后就是传承上师的 这个加持 结合在一起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证悟 最后的唯一的方法是这样子 所以 第二个阶段当中 必须要修五加心 修五加心 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 或者南传佛教 这些佛教里面 最终的目标 成佛 成阿罗汉 都是佛教 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藏传佛教里面 有一个不一样的方 这个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它把整个修行的过程 修行的过程 或者是修行的次第 讲得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清楚 很规范 比如说外加心 内加心 内加心完了以后 然后真实的修发等等 都是分得很清楚 而且讲得也非常的清楚 这是藏传佛教的特点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学佛的人 那么首先第一步是什么呢 就是贤归一 收归一节 第二步是什么呢 然后收节 俱世节 佛教就讲 戒丁回 戒丁回是佛教的精华 佛教的精华 佛法的精华 那么这戒丁回 这三个当中 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回 知会 那么知回来自于什么呢 知会就是来自于顶 禅定 那么禅定来自于什么呢 禅定就是来自于结 所以结 所以结就是 这个丁和徽的基础 丁和徽的基础 就是结 借丁回 相互之间 都有分不开的这个关系 所以第二步 就要收节 然后收节 完了以后呢 我们归一了 已经进入佛门了 然后呢 也收节了 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就是三个字 闻思绣 闻思绣 闻就是听闻佛法 要去听 如果我们不听的话 自己看书 这个看不动 比如说 比如说在学校里面 如果没有老师讲课的话 学生自己看这个课本 这个能不能学会呢 这个不可以学会的 所以必须有老师 给他们讲 同样的 我们学佛的时候 也是一样 我们自己也可以看 佛教的书 可以看 比较简单的 比较简单的 我们也可以 可以自己看 也可以自己 自己去了解 但是呢 在没有 没有这样的情况下 没有人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自己去看的话 那么这个佛经当中的 所有的这个内容当中的 就是比如说百分之十呀 二十呀 三十呀 只能 我们只能理解到这一点 其他的 跟深奥的东西 我们没有办法 因为没有人讲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这个怎么样去理解 这个词汇 这句话 怎么样去理解 那个时候 我们是很难的 所以必须要去听 必须要听 这是第一个 叫做闻 就像我们今天 这样子 面对面的去听 或者是通过网络 通过广盘 都可以这样子去听 这是第一个 然后听完了以后呢 闻 结合之后就是死 死 就是思考问题 然后我们自己 去思考这个问题 怎么样去 修 然后呢 为什么这样子去修 这样子修了以后呢 这个修行的这个结果 它的结果是什么 这一系列的 很多的问题 都要自己去思考 然后通过闻和死 通过闻死 已经全面地了解了 这个修行的方法以后 然后就不需要 再闻再死 然后就去修 这个闻和死的阶段 已经过了 当然我们一辈子 都可以去听法 一辈子都可以去思考 这些问题 这是应该的 但是呢 这个闻死修 也有一个过程 第一个是闻 第二个就是思考 然后闻和死的 这个阶段过了以后呢 然后去修 如果我们永远都不修 一直都是闻死的话 那么这个也没有 太大的意义 所以闻和死 过了以后呢 然后去修 那么修 怎么样去修 这个就很难了 很多人就不懂 就是不懂这个地方 怎么样去修 从哪里修 怎么样入门 这个很多人不懂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 就这个 修行的方式 这个时候我们非常的需要 那么我们这次讲的 也是这个第一个 就要去修 出离心的阶段 我们刚才的这个闻和死 过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就是 这个出离心的阶段 那出离心 具体的修法 我们前几天已经讲过了 人生难得呀 死亡无常啊 就是修外加性 外加性 就是修出离心的 具体的方法了 这是第一 然后第二呢 就是菩提心 菩提心的一种 一个简单的修法 我们昨天也讲过了 然后呢 还有很多其他的 这个菩提心的这个修法 这每一个修法都可以 都是都能够 让我们的心里 这个盛起菩提心 但是呢 因为每一个人的 每一个人的这个 耿急不一样 有些人就是适合这种修法 有些人呢 适合那种修法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 不同的修法 我们没有 也不是一定要修所有的修法 但是呢 我们其中就 修一个 与自己比较 适合的一种这样子的修法 然后呢 就认真地去修 修菩提心 然后呢 出了菩提心以外 刚才我们讲的 像皈依 然后这个金刚萨夺 蛮叉 上世瑜伽 这四个都 一共就是五家心 都要修 这是第二个阶段 然后第三个阶段 是什么呢 第三个阶段 就是空心 修空心 修空心之前 之前最好 在这个 我们把这个外加心 和内加心 全部修完了以后呢 然后 我们就去修禅丁 外加心 什么叫做修完了 就是 就是说 我们有 已经有了 升起了一个 标准的处理性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说 外加心修完了 然后呢 什么叫做 内加心修完了 有这个 皈依的心 就是鉴定不移的 皈依三宝 永远都不推示 有这种 觉醒 皈依 就修得差不多了 然后呢 就为了 度化一切众生 我一定要成佛 我为了成佛 我现在就要去修 这些大乘佛法 有这种 鉴定不移的 这个觉醒的时候呢 菩提心 就基本上 就修完了 然后 金刚萨夺的修法 而金刚萨夺修法 什么时候修完了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很清楚的知道 但是呢 我们很认真的 年十万遍 十万遍 这个白自明 这样子的话 暂时就可以说 这个金刚萨夺的修法 也就修得差不多了 然后曼查罗也是一样的 曼查罗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呢 这个积累资量 要达到什么标准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看到 已经积累资量 已经积累到什么样的程度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但是呢 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人真的 按照这个佛经的 这个修法上的要求 去尽量的要求自己 人真的去修 修十万遍 这就是算是修完了 然后最后 就修上智瑜伽 磕十万个大头 然后就是连莲花生大师的 这个心咒 最好是连这个量千万遍 这样子以后呢 所有的这些佳心都修完了 这就叫做佳心修完了 佳心修完了以后 然后我们就进入 准备进入第三个阶段 修空心 但是在修空心的之前 就是还要修一下 这个禅丁 这种禅丁的修法 我们今天不讲 曾经已经讲过了 好几种不同的禅丁的 一个非常具体的修法 这个我们以后也可以 看书呀 听光盘呀 都可以 但是以后还是会有 会有这个机会再讲 修禅丁 禅丁修半年一年 这样子的实践 然后修了禅丁以后呢 我们的这个心能够平静下来 平时我们刚刚修行的时候 刚刚这个修行的时候呢 就心就进不下来 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这个所有人都是一样 心进不下来 因为刚刚开始修行 因为还没有什么修行的这个功夫 所以心进不下来 但是呢 这个可以 可以逐渐的 可以逐渐的心可以静下来 最后呢 就 基本上能够大作的时候 基本上能够平静 安静下来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去修空心 这个就是第三个阶段了 修空心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 就是第三个阶段 现在我们就开始简单的介绍一下 第三个阶段 首先 空心是佛教里面的这个最高端的 最高端的课程 最高端的课程 这空心的修法 他先宗里面也有 密宗里面也有 先宗的这个空心的修法 和密宗的这个空心修法 都是一样 在佛教里面是最高端的这个课程 所以我们刚刚学佛的人 刚刚学佛的人呢 不一定能够理解空心 不一定能够理解空心 也不一定能够这个修空心 但是我们现在也可以先了解一下 简单的可以说一下 什么是空心 首先第一个我们讲 为什么要修空心 第一个为什么要修空心呢 我们的最终的目标 是要成佛 是要成佛 然后再追踪 最最终极的目标 是度一切终生 但是度华终生要成佛 要成佛的话 那就是要正无空心 为什么要成佛 要正无空心呢 成佛 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成佛呢 当我们的所有的烦恼 所有的烦恼 都断除了以后 才能够成佛 那烦恼我们怎么样去断除 这些烦恼怎么样去断除呢 这不是我们烧像拜佛的心事去断除 也不是念佛 磕头来断除烦恼 念佛 磕头 烧像 拜佛 这些都是很好的 可以积累资量 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都是有这些作用 有这些功德 都是很好的 但是呢 就不能断除 不能直接的断除烦恼 要断除烦恼 就是要正无空心 我们的 为什么这么说 断除烦恼 为什么要正无空心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我们今天的生老兵死 很多都是 在我们看起来 这些都是跟一些 某种客观的因素有关系 客观的因素也有关系 但是实际上 他们的真正的梗源 就是不是这些客观的因素 他的真正的 胜老病死的 真正的 他的来源 就是烦恼 我们的贪嗔痴等烦恼 那贪嗔痴 贪嗔痴是所有烦恼的根源 所有烦恼的来源 就是贪嗔痴 就是因为有了贪嗔痴 这三读以后就有各种各样的烦恼 那贪嗔痴 这三个里面的根源是谁 那一个呢 就是贪嗔痴 贪心和嗔恼痴的根源 也就是贪 贪就是愚昧 愚昧物质 这叫做这个痴 然后贪嗔痴 贪心和嗔恼心 为什么是痴 为什么来自于痴 或者是说 这个贪嗔痴的根源是什么呢 那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这个错误的观念 我们可以分四个不同的错误的观念 四个不同的错误的观念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我们把这个万事万无都是无常的 都是变化的 这个里面没有一个是永恒的 但是呢 我们把这些万事万无当作 当作是永恒的 当作是常逐不灭的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错误 比如说我们 比如说对我们自己来说 我们人或者是自我 也是一瞬间一瞬间的在变化 在变化 比如说前几秒钟的时候的我 后几秒钟的时候呢 它是不存在的 后几秒钟的时候的我 再后几秒钟的时候 也是不存在的 这是实际情况 就是这样子 但是呢 我们不会这么认为 我们认为 我刚刚生下来的我和今天 在这里的我 就是一个我 就是一个我 这两个就是一个我 这里面没有太 我们不认为昨天的我 跟今天的我是两个我 我们认为昨天也是我 今天也是我 那么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就默认了 我是永恒的 至少比如说五十年 八十年 一百年当中 它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一个永恒的我 至少它一直都是存在的 实际上不是这样子 但是呢 我们认为是这样子 这叫做第一个错误 这叫做常 这就是第一个错误 然后第二个错误 第二个错误是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轮回 我们昨天也讲过了 轮回本来就是痛苦的 轮回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痛苦 有些时候呢 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的福堡 也会有一些快乐 幸福 但是呢 这个所谓的快乐和幸福呢 也是非常的短暂的 也是以相对而言 是幸福 相对而言是快乐 但是呢 它在这个轮回当中 根本没有绝对的 幸福和绝对的 这个痛苦 所以这轮回当中呢 本来是没有幸福的 本来是没有这个 没有快乐 但是呢 我们把不快乐的东西 不幸福的东西 没有幸福的地方 我们认为是有幸福 然后不快乐的事情 我们认为是快乐 不幸福的我们当作幸福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就犯了第二个这个错误 这是第二 然后更严重的是什么呢 在我们的这个肉体上 粒粒歪歪歪 除了这个肉体和我们的精神 这两个东西以外 没有一个所谓的我 没有一个所谓的我 但是呢 这个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接受 我们根本就不这么认为 我们一直都认为 我是存在 存在于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我的肉体和这个 精神上存在着一个自我 存在着一个自我 这个我们普通的人 没有学过佛的人 自然而然生下来的时候 就有这种观念 这个不是父母教给我们 也不是老师教我们的 这是显天带来的 一种这样子的错误的观念 然后把这个错误的观念 有些外道把这个错误的观念再扩大 然后由各种各样的理论 逻辑来证明这个自我 就是有怎么样 不可思议的自我 大我等等 这样子以后 本来我们就是有一种我之 然后本来就是有显天性的我之 然后吼天性的 又把这个我之再强化 这样子以后 我们就有这个我之 在我们的心里 也更加的更深低估 这是我们的一个第三个错误 这是最大的错误了 很多的烦恼都是来自于这个错误 第四个是什么呢 第四个除了我 除了自我以外的 比如说外面的身外的这些东西 他们也是同样的不存在的 都是空性的 但是我们不认为这是空性 我们认为这是真实的东西 那这个是第三个 这是第四个错误 因为有了这四个错误的观念 然后就产生了贪嗔痴 然后因为有了贪嗔痴 所以我们去杀盗阴汪这样子 然后杀盗阴汪以后 然后就是山有山保 恶有恶保 然后我们就有生老病死的这些痛苦 这些痛苦 所以这一系列的问题的来源 真正的来源 这是我们自己的错误的观念 这就是赖自于我们错误的观念 那么这个错误的观念 我们现在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么错误的观念 并不是念佛来解决 又不是少高相来解决 又不是少头相来解决 这些都是解决不了的 这个并不是拿钱去解决 那么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呢 就是要用智慧 用智慧去解决 用智慧去推翻 我们自己的这种错误的这种观念 从根本上 把这个错误的观念 推翻了以后呢 推翻了以后呢 然后就是从中产生的 这些所有的这些烦恼 都会瓦解 都会停止 然后烦恼停止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杀到阴亡 这些罪业也会停止 然后杀到阴亡的罪业停止了以后 然后生老病死 这也会停止 从此以后就不轮回了 这样子的话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解脱 获得解脱的唯一的因素 就是智慧 就是智慧 什么智慧呢 就是正无空性的大智慧 正无空性的大智慧 所以我们要正无空性 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空性的原因 就是这样子 这个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秀空性的时候 这个吴嘉欣全部秀完了 禅亭也秀完了 以后有很多的选择 有非常多的选择 比如说也可以秀禅宗 可以秀禅宗 如果我们找到经验非常丰富的产识 或者是像大摩诸师说的 这个什么叫做善知识呢 善知识就是真无空性的人 叫做善知识 善知识 比如说我们在学校里面 找一个给我缴数学的老师的话 或者是有一个缴老师 他要去当数学老师的话 那么他必须要精通 必须要精通数学 如果他不精通数学 其他的 比如说语文各方面 他的这个很好 但是不精通数学的话 那对我而言 就是没有用的 他不是老师 为什么呢 他不能给我叫数学 他可以给我叫其他东西 但是我不学其他的东西 我就要学数学 所以他从这方面讲的话 他就不是我的善知识 他不是老师 他不能说是我的老师 为什么呢 他不能教我数学 同样的 我们比如说 我们要找到一个 给我们讲这个 正无我的经节的 这样子的善知识的话 那么必须要找一个 自己真无了的人 才可以的 所以我们比如说 把吴家心啊 禅钉啊 全部修完了以后呢 如果想学禅宗的话 那如果我们遇到 非常好的这个禅室 自己已经真正的 真无了的禅室 那么去修这个禅宗 当然也是非常好的 然后呢 修完了吴家心以后呢 然后也修了禅钉 心非常的平静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去念佛的话 那这也就 也是非常好的 比以前的念佛 完全是不一样 之前的念佛是不一样 然后再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也可以去修大圆满 然后呢 大手淫 还要修密宗里面 讲的这些 弃满满点的修法 都可以 这个时候呢 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这所有的这些 这些选择 任何一条路 最后都能够成佛 都能够成佛 都是不同的 不同的这个途径 不同的途径 都最后都可以 都通到这个成佛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境界 但是我们没有修出力心 菩提心之前呢 没有任何的选择 没有任何选择 只能走一条路 一条路是什么呢 就是出力心和菩提心 这样子的路 这个路过完了以后 这个关过完了以后呢 然后就在里面 走出去了以后呢 里面就有很多的选择 禅宗的修法 民心坚心呢 然后呢 中观里面讲的这个空心呢 大圆满呢 大首音呢 密宗的 七满明点的修法 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但是我们没有修佳心之前呢 没有任何的选择 只有这样子去修佳心 修完佳心以后呢 才可以 所以这时候都可以去修很多的法 修大圆满 也可以修空心 修什么样的修法 都是可以 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们通过这个空心的 通过这种佳心的修法 我们的这种根极 已经是非常成熟了 这个时候呢 修任何法都有用 都能够让我们 都能够让我们这个解脱 正物 但是我们没有修完佳心之前呢 修了大圆满也没有用 修了大首音都没有用 这个必须要知道这个道理 我们再善地强调这个 我们一直都强调这一点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 如果不这样子的话 大家一定会失望的 就是佳心不修了 什么都不修了 就一开始的时候 就修大圆满呢 大首音呢 最高的法 就去抓最高的法 但是这些法 大圆满 大首音 这样子的法 什么样的人的身上可以用呢 根基非常成熟的人 比如说 六祖慧能大师 这样子的根基非常成熟的人呢 那么就是听一亮剧 金刚井里面的一句话 立即就开悟了 那我们能不能 不可能的 我们去听这个金刚井的这句话 听成千上万遍 也不一定 只能历解 里面的字面的意思 不一定能够证悟 这个是为什么 六祖慧能大师 为什么一句话就证悟了 为什么我们成千上万遍听了 也不证悟呢 那就是因为我们的根基不成熟 这个法在我们的身上 不关用 不关用 为什么不关用呢 就是因为我自己不成熟 所以不关用 所以不关用 六祖慧能大师 挺的这个金刚金 跟我们现在看到的金刚金 这瘟子上面 没有什么区别的 都是一样的 但是呢 它证悟了我们不证悟 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根基不成熟 所以我们不成 唯一的方法是 使我们自己的根基再成熟一点 这样子才可以证悟 所以这个过了以后呢 我们的这个加星的这个部分 第二个阶段过了以后呢 比较容易证悟 这个是我们什么样的空心都可以绣 比较容易证悟 没有经过这个程序 或者是没有经过这个次敌 一开始的时候去修大阅蛮 这根本是没有用的 所以你们一定会失望的 到时候也许会生起歇见 怎么样去生歇见呢 因为大家都认为大阅蛮 就是非常非常容易 非常非常容易证悟的 只要听了就能够证悟的 那我们听了大阅蛮 听了很多次都不证悟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许会认为 原来是偏人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听了这么多次 我都还没有证悟 那因为我这样子不证悟 那么其他国区就很多 所谓的高僧大德都证悟了 但是这种说法可能也是不对的 也是不对 因为我也听了这么多次 我不证悟 那他们可能也是假的 也许会产生这样子的邪尖 都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子 有些人呢 很喜欢高调 很喜欢非常的高调 我们学佛的这个群体当中呢 也有很多人是这样子 一开始的时候 像出力心啊 菩提心根本就 认为根本就不值得去绣 也觉得不值得去听 然后就是说大阅蛮的关钉 大阅蛮的桥诀 然后大收音 然后这样子以后呢 大家都很兴奋去听了 然后就说 我是谁谁谁的关门弟子呀 谁谁谁给我传了大阅蛮呢 传了什么什么样非常了不起的 桥诀呀等等 但是你证悟了没有 肯定是没有证悟的 那这样子没有证悟的话 那关门也好 不关门都没有用了 所以我们这个学佛的这个词地呀 是非常的重要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游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疼死我了 疼死我了 用力呀 使劲 再加把劲 不行 他疼死我了 他疼死我了 佛祖慈悲 保佑我妻儿平安 佛祖保佑 多谢佛祖保佑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看吗你急的 恭喜你啊 是个白白胖胖的小可爱 麻烦你 辛苦了 改日定当重现 好了好了 去看你的妻儿吧 回去了 一定来参加我儿的诞生仪式啊 好的好的 快去照看妻儿吧 我的好儿子 别哭了 妈妈在这 老婆 孩儿怎么哭喊不停啊 不清楚啊 我刚刚喂过他 他不吃 只顾哭闹 这可怎么办啊 给我哄哄 不会得了什么病吧 哦 哦 我儿的脚 怎么是这个样子 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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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子 我儿子 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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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祖 我儿子 夫人 你看这一切 我儿真是福报啊 是啊是啊 我都看到了 虽然这样富有 可我儿子 可我儿儿一出生就遭受这样的罪 我心疼啊 咱们夜间出现这么大的院落 好壮观啊 是啊是啊 之前破烂的房子去哪儿了 好奇怪啊 昨晚我还在他家接生 怎么一夜之间变得如此富有啊 生的男孩女孩 是个白白胖胖的男孩 长得可庄严了 不过左脚有点畸形 不会是婴儿带来的福报吧 说不好啊 就是啊 快看 施主出来了 各位乡亲们都来了 今天是我儿脖子的诞生仪式 都里面请了 施主的乡亲们抱着所有疑问 跟随施主进了宅院一探究竟 在脖子的诞生仪式上 施主把脖子出生后的来龙去脉 都告诉了乡亲们 乡亲们无不散叹脖子的福报 从此 舍未成的人们一提起脖子的名字 一切善愿都能如愿达成 脖子 吉祥的脖子 我老父就一个儿子 还随国王的军队去打仗了 现在是生是死还不知道 请吉祥的脖子 把我儿子平平安安的带回家吧 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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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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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吉祥的脖子 出生后带给人们的福报 受到了人们的感恩和尊敬 但脖子每晚还要承受疼痛的折磨 五岁大的脖子在白天 开始学习世间八观茶等学问 脖子在父母的疼爱中慢慢长大 但脖子的痛苦也从未停止过 直到有一天 哦 母亲 你来了 亲爱的脖子 昨晚疼痛都厉害了 我可怜的孩子 母亲 孩儿已经习惯了 脖子 现在的荣华富贵我也无从享受 只要你的腿不疼了 要母亲做什么都愿意 母亲 不许母亲这么说 我的病是天生的 请了这么多的待会儿都没能治好 看似没什么希望 是啊 就如世尊所示 这是你前世的孽缘 尽是该受到的报应 又是报应 又是世尊 世尊是谁啊 如果他有这般神通 知道我的前生来世 怎么不把我的病治好呢 再说了 人哪有因果报应 都是骗人的 我可不信 脖子 你真是太无礼了 遭受了二十年的罪报 还是不思悔改 世尊就是受到世人敬仰的释迦牟尼尊佛 这些由不得你不信 哼 亏你才读了这么多的学问 你太无知了 母亲 孩儿错了 我这就去忏悔 是真心的吗 是的母亲 去吧 好好地悔过 嗯 阿弥陀佛 请世尊宽恕我儿的一切罪孽 你好 你好 吉祥的脖子 你好啊 你好 吉祥的脖子 你好啊 你好 吉祥的脖子 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要不要我载你一程啊 谢谢 不用了 那你慢行 驾 你好 你们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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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 紫杯的世尊 我用紫鲜花供养你 吉祥的脖子 你好 也送你一朵鲜花吧 谢谢你 你知道那位比丘是什么人吗 当然知道啦 他就是无上尊贵的世尊啊 我刚才还送花给他了呢 再见 啊 再见 世尊 世尊 你就是释迦牟尼佛 你怎敢知乎世尊名号 太无礼了 啊那 不外人 我就是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吉祥的脖子 那你告诉我 我前世做了什么样的灭月 如今遭受这般的火爆 你说呀 快说呀 你根本就不知道吧 还敢在这骗人 你 你 修得无礼 没有关系 吉祥的脖子跟我来 说吧 我听着呢 在咸杰仁寿两万岁 加瑟佛注释的时候 印度鹿野院 有一位大儒婆色 佛学多文 非常了不起 大家对他 就像对待上师一样的 功行供养 他便把众人供养他的钱财 全拿到寺院里来供养僧 僧中 僧中对他也很好 某次 他带领一些戏众来到寺院时 刚好遇到僧中正在送界 这是什么故事啊 这是什么故事啊 都是编出来的 不听不听了 啊 师尊 伯母 我去哪里了 大将不必习惑 我这是在哪儿 你们还会飞 喂 你是谁啊 怎么和我长得一模一样 啊 怎么回事 大优婆色 僧中送经时在家人是故事听的 你们请出去吧 我们听听又何妨 是啊 是啊 我们出去没什么的 大优婆色大局势也要出去吗 他对寺院做了好大的功德 居然也要被赶出去吗 是的 在家局势都要出去 这是寺院的规定 你 还有你们 每天像脖子一样坐在法座上 我做了这么多的供养 今天竟然把我从经堂里赶出去 在这么多人面前也不给我面子 你让我听 我还不听了 你刚看到的大优婆色 就是你五百尺的前生 你也已经遭受了五百尺活泽 是我的恶报 现如今是你的最后一世 大优婆色 后来也想通了 便诚心发愿忏悔 最后在临死时 她发愿道 希望你我一生中共僧持戒的功德 声声事事 众人亦提起我的名字 事事都能吉祥顺利 希望我对僧人恶口咒骂的恶业不要成熟 一旦成熟的话 希望在我发心出家的一瞬间 即灭尽 慈悲的佛陀呀 请宽恕我所犯下的罪孽吧 我愿真心出家 我出家后吃剑 宋经的休息 庆祝我所犯下的罪孽 请示庆 收留弟子 现在院里已经成熟 跟我走花了 始终慢 这是不养你的斋饭 慢走啊 多谢 太生气了 脖子腿好了 原来脖子的情势是这样的 是啊 咱们也要共生持戒 脖子腿 最主要 我们要犯各种罪名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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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